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Big Airbox 超级开箱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体验了未来辅助驾驶系统 上次体验时还是2.5.2版本 现在已经是2.8.0 我们也不得不感叹 未来的OT的优化进度是非常快的 与半年前的体验相比 此次测试下来 我觉得有两个最大的差异 首先是从NP升级到了N5P 这也是你打开视频并投币的那一刻 所能看到国内最好的辅助驾驶系统 第二点是我觉得未来变怂了 它不太是此前那个比较激进的状态了 各方面的策略都变得保守了很多 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在能力范围内把功能和体验做到极致 不口嗨 不貓劲 我认为这是对自动驾驶的推广最大的贡献 简单说N5P就是设置好导航后 我们行驶在上海广州等城市 按下NP按钮 车辆可以自己在高架上根据限速调整车速行驶 可以自己选择最优的车道 自己下车道 自己汇入主路 极大的缓解了驾驶员的疲劳感 关于高精地图 此前我们在CT6的视频中有过介绍 目前国内大代高精地图的 仅有凯拉克CT6 广汽INARX INV 以及未来全系 而明年这个时候 高精地图大概会成为各个品牌 技术旗舰车型的标配 简单说 高精地图就是用激光雷达和摄像头 扫描出整个道路的参数 它包括了半道的曲率 坡度 车道线 标志牌 定位图层等信息 构建了一个数字孪身的世界 再通过高精定位 实现误差10厘米以内的定位 将车辆实时动态位置 映射在这个封闭的数字孪身道路上 提供了一个超视距的感知能力 让辅助驾驶更可靠 同时也可以结合我们在车机导航上下达的 行驶路径指令 在高精地图上去做路径规划 从而实现了大家能看到的NOP功能 蔚来使用的百度高精地图 与广汽爱安同款 按照百度的规划 今年年底能实现对50个核心城市的道路采集 高精地图数据会每三个月更新一次 我们驾驶VLA-148 在中环 内环 外环 南北高架 延安高架 都加区高架 都做了测试 整个过程中体验非常好 仅南普大桥弯道曲率过大 系统退出之外 其他路段和车道都非常的连贯 甚至是横川黄浮江 全长近三公里的商中路隧道 定位缺失的条件下 依然稳定行驶 定位缺失时 系统会自动降低为 NP车道保持和自适性巡航 在定位恢复后 会自动回到NOP 整个体验是非常连贯的 不需要用户去做操作 关于体验我们不再多说 我们现在主要去聊一下三个问题 NOP和Super Cross有什么区别 NOP和NOA有哪些区别 以及我们认为NOP还有哪些需要优化的地方 当然Super Cross在行驶体验上和NOP是没法比的 特别是连贯性上和功能上差异非常大 但绿色的那个灯带确实是非常棒的设计 未来对NOP的视觉和声音提醒都做了优化 NOP开启下台头显示的导航箭头会变成蓝色 进行扎道口也会有蓝色的倒计时光柱 在仪表盘上 NOP状态下车身环绕了一个光圈 前方道路也变成了蓝色 视觉上给到人足够的一个安全感 同时呢 NOMI的声音提醒也很到位 如果选装了HOD 这套人机交互完全够用了 但如果没有选装HOD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类似于Super Cross的蓝色灯带 去帮到驾驶员有个更好的对状态的感知 如果拿NOP和NOA对比 NOP在用户体验上也是会领先的 首先是设计运行范围上 NOP比NOA广 它能覆盖使用频次更高的城市高架 但NOA只能在高速公路上去使用 其次是用户体验 NOA缺乏本土化的调教 经引字模式收集的数据 无法针对特征的路段去做场景的优化 这一点未来就做得很好 例如在大卡车比较多的外环高速上 我们的车从旁边开过 NOA会适当地降低本车的车速 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理预期 而比较重要的是还是导航 特撒的导航实在是太劝退了 以至于很多人就不会去打开NOA 虽然NOA和NOA功能相近 但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NOA对限速的识别 乍道的识别是依靠G3机视觉 有利有弊 优点在于它更实实 更准确 低成本 确点在于它不够细致 例如目前还不能感知 曲率去做速度的自适性调整 而且依靠G3机视觉去做定位的话 还不能100%的保证它准确 同样依靠高精英地图 优点是信息更全面 定位更精准 确点是三个月更新一次 它不够实实 而且高精英地位在纵向空间上会有些偏差 例如我们在高架下面开车 定位会忽然飘到高架上面 去让我们启动NOP 更为重要的是 它也缺乏想象空间 就像是 如果特斯拉它驾装了高精地图和高精地位 韭菜门的信仰就崩塌了 总结而言 NOA和NOP就像是B卷考试和开卷考试 前者依靠自身的复习和知识储备 难度比较大 但想象空间也很大 后者有明确的方向 也容易拿高分 但是想象空间是很有限的 最后我们聊聊体验过程中 觉得可以优化的顶 首先是博士的Applestar刹车 它的动力回收并不能点亮刹车灯 例如我们从80的速度进车到调整为60速度时 系统为了省电 会依靠动力回收去减速 我们后方的跟拍车 它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减速 体验不够好 我们也期待后期是否能OT一个特殊的灯效 将动力回收的介入 及时地传达给后方的车辆 其次是学习能力 虽然未来的标记团队采集了非常多的特征场景 但这还远远不够 例如在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多驾驱高架上 我们体验了时速120过弯的惊悚感 连摄像大哥的假发都快飞出去了 如果车辆具备一个学习的机制 它能通过驾驶员行为的分析 驾驶员自己开车操作的分析 甚至还可以直接给驾驶员提供一个按钮 我们一键可以上传前20秒的行车信息 这样的话这款车就具备更好的一个学习能力了 说完NOP 我们再去聊聊未来更为保守的策略 此前我们夜晚去体验ES8 会出现猛眼狂奔的情况 视野丢失之后 它依然可以依靠毫米波雷达继续跟车行驶 这是自己不安全 也是超级开箱一直抵制的做法 新版本的NP系统比较怂 它对循迹过时路口 以及夜间行驶的特殊场景 处理得更加谨慎 还增加了摄像头视野受限并推出的一个提醒 而且基于顶峰的摄像头 它也新增了DMS驾驶员监控系统 让车主在视野环境较差的情况下 能够提高警惕 我认为这是现今的技术程度下 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除了技术策略变怂 宣传上也变怂了 目前国内高级地图 加高级定位的车型上 CT6和广西NLX 都允许系统开启过程中 驾驶员脱手脱脚 甚至还宣传称之为L3自动驾驶 相比之下 技术更为理先 体验更好的NOP显得低调很多 除了NOP 新增的视觉融合博车方案 对评分也有影响 总体而言 这套视觉融合的博车方案 相较于超声波雷达的方案 会方便很多 但是对车位的识别效率和识别精度上 还不如之前测试的小鹏P7和长安UniT 它只能识别垂直车位 识别不到侧方位 但好在 只要它能识别到的车位 就基本都能停进去 但是居中还是有点难 总是会习惯的偏向一侧 我们也增加了博车的难度 当空间较小 环境更为复杂时 系统就会忽略该车位 虽然这个车位我自己试了一下 并不难 多到几次就能进去 此外通过对两个版本的博车对比 我也能感受到 未来在多传感器融合上 并不擅长 或许是这方面的人才太难招了 体验后 依据超级开箱的评分标准 我们也对 ES8的辅助驾驶系统重新打分 得分是65分 仅次于Model 3 位于第二名 不过呢 通过我们对NOP系统的体验 以及能感受到 未来更为稳妥的安全策略和宣传策略 我认为 未来在未来 一定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 智能驾驶出行体验 本期Bearbox超级开箱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会为大家带来 小鹏P7的辅助驾驶体验 喜欢的朋友 一定记得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面 那喜欢本期的内容 也一定要记得 三连弹幕评论支持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